嘿大家好终于终于终于来了三菱的DLX Mark7等它出货真的等了很久 但貌似只出了一点点货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都蛮坚挺的 我最终是以590的价格持了个限在某平台上劝后的一个价格 好了话不多说赶紧来看看这次Mark7做的怎么样 首先包装盒的部分跟之前都一模一样了没有区别 这些设计都就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有一个开窗 这些都一样没什么好说的老样子说明书保修卡 一样是分成两层 第一层是主体以及各种手型一些配件 第二层是地台支架特效件以及别的配件 等会我们来细看一下 首先我们直接来看主体 这一次Mark7的身材比例还原的都还可以 大家最关心的胸腹的这种断层问题 在Mark7身上的几乎也是不存在 还不错整个造型也非常饱满 它这个腰部不会说断层特别明显 各方面表现都挺好的 起码第一眼看上去是舒服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硬要挑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它这个肩甲做的有点太圆润了一点 电影里面原设定的这个肩甲应该是稍微的比较偏 方正一点气质上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但总体来说表现还不错 然后就是这次的漆面 它这次的涂装都是跟回之前的那几款 稍微有点亮面金属色的这种涂装表现 漂亮是漂亮 但是它就是没有电影中的那种质感 它影片里面的应该是那种偏雅光的那种金属质感 就像我之前说的马克3那个漆面我觉得是最适合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所有的钢铁侠都没有用回那个漆面 整个系列只有马克3是用的那种涂装 所以不是很懂 说是这么说 不过它这次的涂装表现依旧是整个系列的一个水准 没什么大毛病 还是挺漂亮的 包括各种细节涂装都挺工整的 我这一支的运气还好 没什么大问题 整体的一个身材比例涂装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开灯方式跟之前的一样 胸口就摁一下 发光了 但是这个马克7可能因为造型的缘故 它这个反应堆比较凹进去 就可能得用指甲把它怼深一点 摁一下就发光了 眼睛的话 把这个天天盖打开 上面有一个开关 摁一下 OK 那这样子就完成一个灯光的开关 发光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是可以的 这眼睛也得是亮起来之后才会比较好看一点 三菱的钢铁侠也是一如既往的老毛病了 我之前也提到很多次了 它这个眼睛这种凹槽的位置 没有给它涂黑 没有给它胜线 当它不开灯的时候 就看得跟个傻子似的 其实反应堆这里还是有一点细节的 这个透明件这里 开了灯之后不是很明显 但其实它是有细节的 手型的话除了它自带的握拳手 还另外附属了五对手型 其中四对都是之前那种发炮手或者伸展手 有孔的没孔的 区别就在于能不能装特效件 这些都比较常规了 另外附属了一对这样手背甲 张开发射激光的这么一个手型 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两个小臂上的导弹发射器 替换键来的 也是刻画的蛮精细的 给了一对肩膀的导弹替换键 电影里面的马克7 他肩膀不是可以打开吗 然后里面有很多导弹头发射出来 这些导弹头的刻画 细节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两个小圈圈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 其实它是马克7 手臂激光发射的时候 顺带展出来的这么一个小机构 说实话电影里面 当时都没有发现这个细节 那三菱呢 他把这个替换键给做出来了 然后这两个呢 是大腿那个导弹展开的 这么一个替换键 所以他自己直接 穿过一条那个大虫的时候 他把大腿的这个导弹展开 然后穿过去 然后把它炸掉 还得也不错 涂装挺漂亮的 涂装确实是很工整的 然后是两条激光特效件 就这个样子的 就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他这个手背甲 这个激光特效件 安装方式也很简单 直接有一个孔 这样插进去 就这样一个搭载方式 其他的就是常规的 一些喷射特效件 地台支架 然后这个方便你装取 电池的一个小配件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我来演示一下这个 肩部导弹的一个替换的方式 首先呢 把它这一块 把它抠下来 然后呢 后背老牛板这个银色这一块 把它扣下来 然后把对应的这个展开状态的一个银色 部件 装回去 这个样子 最后把这个东西装回去 它都是有对应的一个卡扣的 OK 装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了 安装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不难 把另外一个也装上 OK装好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了 电影里面就是 他看到外太空那个传送门打开之后 很多进来了 然后就冲上去 导弹就开始 咻咻咻咻咻咻 太帅了 那个画面 大腿这个地方的替换 也很简单 因为本身它这一块就是一个可动设计 就像之前的那些一样 就它不是有一个大腿往下的一个避让结构 把这个做到一起了 它是一个吸紧扣 直接把它拆掉 然后再把这个装上去 OK搞定 把另外一边 装上 两个就装好了 小臂导弹 安装也很简单 直接把这个东西拿下来 它这个 盖板 其实蛮松的 左右两边都有点松 这是一个小缺点 然后把这个导弹替换键 直接卡榫 装上去 然后装刚刚那个小圈圈 把这个手型先拿下来 这个小hold口 看到吗 直接 就这样 套进去 就这样卡上去就可以了 发射激光的这个替换手装上去 一边手啊 全部就装好了 好 那么全部装备 上升之后 哎呀 那么所有装备上升之后的状态 还是非常帅气的 这次马克7呢 堪称是系列钢铁侠里面配件最多的 那也是因为它电影里面就有这些装备的出现 有这些情节 所以它也是有附属 那之前的那些铁人相对来说 配件确实不算多 确实少 除了手型 要么就特效件 那这次马克7的配件表现方面 还是不错的 接着来看一下可动性 头部的话呢 往前往后 左右 摆头 还是比较灵活的 手臂 肩甲可以让位 然后平举 可以抬到超过90度 手臂这里呢 也有一个往外的拉伸关节 可以往前这样子活动 供二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弯曲 可以达到这个幅度 后面的扰流板 可以打开 一共有4片 上下 这两片 下面 有两片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扰流板内侧呢 会有这个银色涂装 来模拟这个10颗片的细节 弯腰 可以达到这个幅度 这幅度还挺大的 我们再来一遍 以后都按照这种来设计就好了 那外观上呢 用美观 是吧 不会断层 可动又不影响 挺好的 后仰的话 一点点 一点点 胸部这个地方可以转 这样子一个幅度 然后腰部这里呢也是可以转的 但是 特别紧 这个地方 一点点 不是很多 就是很紧 不太好 不太好施力 左右侧摆 一点点幅度不算特别大 胸甲 两片零件 可以移动 老样子 有一个避让的设计 大腿可以下拉 然后前面这一片呢 刚刚提到的可以往前 然后这个样子 抬腿呢 就有个90度的幅度啊 轻轻超过 后踢 45度左右吧 大腿有平转 这个没问题 侧踢的话 它就只能抬到这个幅度 它并不是侧面有阻碍 它就是单纯的一个限制住了啊 它就只能抬到这么高 膝盖弯曲 超过90度 脚步前后两个装甲 可以有一点点活动 脚的活动范围 就是这个样子 脚尖 是有一点点可动的 可动性的话 跟之前那些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中规中矩啊 没什么特别惊喜的地方 但是日常把玩啊 摆动作是绝对足够了 那么总结一下吧 这支DLX的M7 那么我觉得它整体的素质 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它的造型外形 没什么太大问题 挺好的 涂装啊 各方面 很工整 就是这个系列一直以来 的一个水准 唯一有点小问题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啊 肩胛这个部分的造型 可以再优化一下 然后呢就是涂装 我忘了讲了 黄色的部分 我觉得还可以再淡一点 虽然没有想象中 这么的 屎黄色啊 但如果能再淡一点就更好 还有这个涂装啊 个人喜好吧 没有用到之前马克3这种 哑光的这种红色 有点小遗憾 可动部分 中矩中矩 跟之前的没什么区别 配件方面就是 系列之最吧 可玩性呢 也比之前的那些要 更高一点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型号 那我觉得确实是 挺推荐购买的 那问题好像现在出货的量不多 所以它价格 相对来说 都很平稳 或者说甚至有一点点 小涨 但具体的就看 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不知不觉啊 三菱也出了 这么多铁人了 那我把所有的都拿出来 放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哪一款是你买过 然后你觉得做得不错的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出来 我觉得整个系列里面 综合数据最好的 还是这个 马克46 这个真的是 无论是 造型 可动 配色 这只确实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 系列 第1 然后第2 就是这个马克7了 第3 就之前做过的这个 马克42 顺此一提 前段时间拿到了这个 马克2 一开始呢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因为它其实就是 马克3的一个 重涂版本 但是拿到手之后呢 它这个漆面的表现 确实不错 它涂装是很漂亮的 这种反光的质感 是很好的 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我感觉它 要比这个马克3 还要更好看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涂装的关系 其实它模具是没变的 它也没有去修改什么东西 如果有正在观望的小伙伴 我觉得其实这一只 可以尝试一下 前段时间呢 也公布了马克5 那个看官图 也还是蛮不错的 整个身形 也还可以 希望这个系列 能够继续的把 其他的一些 钢底下型号 都做出来 而且 做得好一点 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型号 它还没出的 也可以打在公屏上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呢 欢迎给我一键三连 我是黑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